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给大家介绍 第五届钻石碑龙心战决赛第一局的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是 鼓励对阵李哲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李哲也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棋手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棋手 鼓励我们就不做介绍了 现在是由轮到直白的鼓励 现在下方明显是比较空旷 白棋这两边都很结实 那么势必白棋就要打入黑棋 点 然后再猜疑 这样分断黑棋 对黑棋发动攻击 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招法 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招法 那么黑棋呢 当然也只有这个逃跑 只有这个逃跑 黑棋先把这个靠出来 因为这块棋呢 比较重 先靠出来 那么白棋跳 这个也是很堂堂堂正正的一手吧 这个对两块呢 都有这个威胁 那么黑棋这时候选择的是飞 这个呢 是追求一个高效率的这个走法 如果只是简单的跳呢 那这个两个子呢 并没有这个联络 以后这个白棋呢 可以直接飞出来 分断这个黑棋 黑棋这两块 估棋呢 还是有负担的 那么 这个飞呢 在逃跑的同时啊 把这个白棋的头呢 也给封进去 也给封进去 这个呢 是追求效率高的下方 白棋在这里呢 一时呢 也动不出来 你要是急急忙忙走呢 因为这个被冲断以后呢 下方这个白棋的气呢 也就变紧了啊 以后这个地方被黑棋一靠 白棋不能搬 只能呢 往回补啊 那么呢 这个地方 黑棋这个座椅呢 也是比较这个方便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不行 那么 这么 暂时白棋对黑棋这块棋呢 没有锁的 那么只能呢 去盯着这块棋 盯着这块棋呢 白棋呢 就是说 也暂时呢 找不到好的手段 如果 第一杆去虎 那么呢 这个呢 有束手嫌疑 因为被黑棋一退啊 这个白棋呢 封不进去啊 不能这个 把这个 黑棋啊 给封锁 那么不能封锁的话呢 那以后还有可能呢 自己啊 留有一个断点 留有一个断点 就一旦这个地方 黑棋有所准备的话啊 比如说这里 点过一下的话 那有可能呢 就能够啊 反过来 把白棋呢 给 断在了碗里 所以这个 公鸡的话呢 这个虎呢 也有这个 鼠手这个嫌疑 这个虎有鼠手嫌疑 那么怎么办呢 这时候鼓励啊 下出了一步 就是非常强的手段 也可以说是 非常漂亮的一个手段 那么 他走哪呢 他是 家 这个是 抢手 也可以说是 非常有力的一个招法 刚才说 这样虎出头是属手 那么呢 就强行家主 你当然不能往回缩 这个往回缩 这个再被虎进去 这个黑棋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那么黑棋 也没办法 这个是被白棋逼了 只能硬着头皮 往上长 往上长 那么白棋呢 接下来呢 挖断 这个柿子 是什么必达的 沾上 然后白棋退 这个黑棋这几个字 就被白棋活生生的给断开 那么断开了以后呢 黑棋啊 从这里拖 寻求呢 这个 度过 寻求度过 白棋暂时强硬的 这个去封断黑棋呢 不成立啊 为什么不成立呢 我们一会儿可以通过这个变化 我们就知道 但是白棋这时候呢 又是走出 连续走出了这个抢手 一顶啊 鼓励在这下的可以说是 非常的这个强悍 而且是这个 不给黑棋有任何的喘息的机会 下来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那么这一顶这两个只是棋筋 黑棋呢 也不得不跑啊 如果说我这里安全一下啊 或者说是补一下 那么这两个棋筋被吃掉了 这个肯定白棋呢 就太厚了啊 太厚了 这个黑棋无异于缴械投降 所以黑棋也只能啊 这个是硬着头皮 往外呢 往外面拐 然后白棋再拐啊 这个黑棋只能跟着硬啊 白棋这几个招法 有类似于这个是纽扬头似的啊 或者说是强行命令这个黑棋跟着走 但是本身来说啊 这几步棋呢 就是说呢 呃 就是说是损的啊 还是亏的啊 也就是说这个 但是这个白棋呢 正在酝酿着呢 一个更加这个庞大的计划 那么就交换了这几个以后啊 虽然损了这个只损了一些 但是有了这个准备工作以后 白棋呢就开始这个强行杀黑棋 这时候就可以阻断了 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 这个棋呢就可以呢 呃 分断了这个黑棋 黑棋这个就非常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这个只有 哎 虎当然只有退是吧 然后白棋这时候呢 可以强行的啊 下立了 立下来了 嗯 立下来 立下来 黑棋接下来的招法呢 也是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黑棋只有 只这个 白棋这时候啊 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呢 这时候可以挤了 这个就可以挤了 当然不能粘上 粘上这一吃就不行啊 你粘这个也不行 这个被他一冲断呢 这个气呢也是明显的 这个黑棋的长啊 黑棋长 但是呢 白棋可以挤 挤的时候呢 这个 几个交换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作用 因为这个以后你不交换的话呢 这个黑棋冲断是先手 下一步再打吃呢 就 跑掉了啊 就跑掉了 那么有了这几个啊 有了这几个的交换以后 那么你再冲断啊 就不管用了 就不管用了 那么黑棋这时候先断一下啊 那么白棋这样可以断了防手 嗯 嗯 那么当你 再冲 这个也是必然的 黑棋是得拼命往外冲啊 再断吃的时候啊 白棋一拐 哎 有了这两个以后 这个呢 外面这个 这个齐筋 黑棋呢 就等于是 吃不到了 吃不到白棋了 那个等于就是说 基本上形成的呢 就是白棋通过这个架 然后再通过这个顶 连续的 这个非常紧凑的招法呢 等于呢 强行就把黑棋 这么下面的 这一块这个棋子啊 就给吃掉了 他就给吃掉了 可以说鼓励是 下的是非常的这个 漂亮啊 我们倒是 这顺其来说可以是 白棋这个是妙手连发啊 强手连发 下的是非常的这个 漂亮啊 下非常漂亮 那么 当这样的时候啊 这个已经是死了 我们就吃不着了 那么形成这样的时候 可以说呢 白棋就是强杀了黑棋的大龙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可以说是鼓励啊 打入以后啊 是鼓励一个人 在这个棋盘上的表演啊 这个黑棋啊 这是被动的 这个跟着白棋应啊 都被白棋命令的走 被动的跟着应 结果呢 被白棋吃掉了这个大龙 按道理说 从这个剧情故事的发展啊 应该是白棋这个得利的 但是这个围棋啊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奥妙啊 就是那么 白棋招招主动 黑棋被牵着鼻子走 那么最终黑棋被 还被白棋吃掉了啊 应该来说是白棋大胜 但是实际上这个情况呢 却跟大家所想到的是 完全的不一样啊 这个白棋的种种妙手 种种抢手 反而促就了这个黑棋的 棋子好举 虽然这个棋子 并不是黑棋所主动的 所愿意的 是被白棋逼迫的 但是呢 这个情况呢 反而是成就了黑棋啊 一个漂亮的棋子之举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么黑棋现在呢 已经是死了 是吧 死了以后呢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只能是做好这个 上后的工作了 那么这时候呢 李泽并没有这个慌乱啊 反而呢 这是下的呢 实时入扣 非常的这个严谨 首先他呢 先在这里打一下 这个很重要啊 先打这个 这个白棋子有长按 然后呢 再断打 再断打 这个白棋直接走啊 为了吃黑棋 那么这时候黑棋这一打 这时候白棋呢 就痛苦了啊 就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痛苦 从棋形上来说 当然是需要顶这个啊 但是这时候呢 下到这个时候鼓励呢 突然发现了 这个棋不能顶 从感觉上来说 当然是顶了 因为这个顶了以后 被白黑棋 这里多个子啊 打吃的话 多一颗子的话呢 这个外面不对劲啊 那么你当然只有提这个 那么有了这颗子以后呢 黑棋可以强行吃 然后再加住 这个 跑不掉 啊 这个跑不掉 白棋这个棋筋啊 还是被夹死了 因为你现在在跳的时候呢 黑棋正好可以 小监住啊 的抢手 这样呢 白棋呢 由于气劲啊 正好呢 就被黑棋呢 给杀掉了 杀掉了 那么呢 这个不行 所以呢 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呢 就只能 提在这里 提在这里 那这个 形状和味道呢 就相差甚远 相差甚远 那么首先黑棋一打 大家眼见的是 白棋是一团这个 鱼形出现了 鱼形出现了 不过这也是白棋没有办法啊 不能让黑棋这里有个子 那么这样的话呢 黑棋正好呢 这个 吃不着白棋 如果黑棋还是来走这个的话呢 白棋就站 黑棋跳 白棋跳 那么你这时候在尖的时候呢 白棋就吃一个 这个棋搬不住了 啊 有了这个子 就给搬死了 但没有这个子呢 就 封不住 封不住 你走哪个都封不住 啊 这个 你 虎一个 它就鼠打虎出去啊 飞一个呢 它就鼠顶顶出去 这个 反正就是说是封不住 就呢 就呢 这样呢 白棋这个棋筋呢 不会丢 那么白棋虽然把上面防住了 但是由于这里的气啊 被打紧了以后呢 这个下面啊 要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就是什么呢 黑棋 哎 获得了爬的这个先手臂 这个是让白棋头疼的 白棋 首先不能虎 如果虎的话呢 哎 这里明显就多出一个挤的手段 那么呢 这两颗子 要被黑棋吃掉啊 这个也是白棋损失惨重 在这边呢 这个要被吃掉 这个损失惨重 那么呢 你也不能退让 也不能松着气 如果松了气的话呢 那么黑棋在这边啊 一紧气 这个白棋这个气呢 不够了 这两个子要被黑棋吃掉 黑棋吃掉 就当全活了 这个白的全白干了啊 这个不行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嗯 白棋呢 也只有 往回缩 往回缩 在这里吃 那么黑棋这里 很显然啊 这个地方呢 就有棋了啊 可以连回去了 连回去的话 那么白棋吃的这个木树呢 在逐渐的这个缩小 啊 逐渐的这个缩水 那么好了 白棋 黑棋 把这个下面的 哎 便宜得到了以后呢 现在 虽然这里死的 但是还有好多气 我虽然加不死你啊 但是呢 我可以呢 利用这个 这个 食指啊 来呢 追击你这块白棋 那么接下来 黑棋先拐 哎 这个是气的要点啊 因为这个被白棋压呢 又产生了斑的线色 所以先拐 白棋 跳 然后黑棋再靠住 这个呢 呃 由于 气劲啊 由于气劲 这个肯定是 白棋呢 有点动弹不得 白棋动弹不得 只能老老实实退啊 这个不能斑 一般直接一打就出棋了 一打就出 所以只能老老实实退 那么黑棋呢 这时候再把下面的便宜得到 哎 这个挖 吃 这里黑棋持续走着呢 紧张啊 挖吃完以后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这个沾上 啊 还是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 鲜手味道 啊 白棋 立一下啊 由于这块棋这个 跟这块棋的死活呢 有关系啊 你不 这边一不走呢 被人家一唬啊 这个以后 它急了 还可以 连搬进来啊 截杀你这一块 所以白棋呢 还必须得呢 立一下 立一下 嗯 那么黑棋再贴 哎 白棋这个得退 那么这个贴了以后 大家呢 也可以逐渐呢 这个看出来 这里 黑棋通过啊 这些借用 在这边 自然而然呢 又围出了一大块 更为这个可惜的是呢 这个 白棋走了以后啊 黑棋这个脏呢 还是先手 连回两个字啊 因为白棋你不走的话呢 黑棋这个地方 它可以收气啊 收气 就算随便收口气 你要想杀它 必须沾上啊 不然被它一提都有眼 就酸活了 那它呢 再一般啊 这样刚好呢 白棋呢 差一气 不是有眼杀瞎啊 是气场 杀有眼 那么这个章呢 等于还是先手连回 这个黑棋这个气质的损失啊 等于是越来越小 那么白棋还得硬移了啊 这样才能把黑棋彻底吃了 那么现在虽然吃了这么多啊 但是上面啊 和下面都被呢 黑棋这个先手便宜了 然后呢 黑棋再一飞 可以说呢 这个是通过这个气质啊 把这里挽回了好多实地的损失 而有了这些先手以后呢 再把这个空啊 完整的这个围上 完整的这个围上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呢 应该来说呢 黑棋意外的啊 这个不差 甚至于来说呢 还是黑棋 这个 稍优的一个局面 甚至来说黑棋 是黑棋稍优的一个局面 这个 鼓励我想 比起到现在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这个郁闷啊 非常郁闷啊 因为这一切 并不是说黑棋下的多漂亮啊 黑棋就是说下的多好 这个是黑棋完全是在被白棋啊 逼迫的情况下呢 走成这个样子啊 或者就是完全被你逼迫我 命令我啊 让我呢 获得了优势 这个也是实在是 白棋可能会感到非常的这个郁闷啊 那么黑棋飞了以后 这些石子还是有有这个 有借用啊 有借用的这个棋呢 白棋不肯轻易的被黑棋这个 这个封住啊 如果轻易的封住呢 这个里面至少又要补上 一二三四五啊 又要填上五个 所以呢 白棋还得跳出去 白棋这个还得跳出去 升去呢 白棋想呢 争取把这个气藏出来 啊 气藏出来 那么黑棋呢 也继续飞啊 继续想利用这几颗石子 把自己这块空啊 再扩张大 扩张起来 那么这个白棋呢 当然是不能答应 白棋当然是不能答应 所以白棋现在呢 就是这个行为 嗯 黑棋这时候冲啊 黑棋真的也很执着啊 就是一定呢 想要把你这块棋啊 给分断 让你收棋吃 我这些 气的子啊 得到呢 最充分的利用 最充分的利用 那么棋局到此呢 就是说 应该来说还是 黑棋呢 这个不错的局面啊 由于这个 黑棋这里一下子 顺其自然呢 就把这个扩张得呢 呃 非常的大啊 非常的大 这个白棋吃这个呢 是得不偿失 应该说还是 黑棋不错的局面 当然了 你就要说白棋这个 呃 输了呢 还尚早啊 啊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如果冷静一点啊 就鼓励说如果冷静一点呢 在这一带啊 就老老实实的 补一个 一类的啊 这这这一带呢 还有线索 呃 因为这里 这里有个利啊 这个补一 这个棋呢 其实呢 还是这个是 比较这个漫长的啊 虽然说黑棋优势 但是要赢下来呢 还是上早 还是上早 啊 而至于这里呢 虽然被断开了以后要收气 但是由于现在白棋出去以后呢 气呢 比较长啊 这个地方等于说 你以后要走实在不行 白棋还可以沾上 白的气呢 比较长 这个黑棋呢 并不能一下子呢 全收紧白棋啊 因为它快的不止一气 快的不止一气 那么呢 这个 呃 黑棋呢 并不能收紧这个白棋 这样呢 呃 黑棋的借用呢 也不是很多 如此呢 还是一盘这个 嗯 可以争胜负的 黑棋稍优的 去面 他实在呢 鼓励呢 一下子 啊 被这里自己 自己把自己搞得恼火了啊 这个 走出了呢 这个拜照 搬这个 这个实在实在是没有什么 必要封住这个头啊 一个这里价值呢 并不大啊 并不大 就是说呢 呃 然后 而封住这个头呢 也没有什么 这个意义 你 他呢就是说呢 不太想收器 但是这里的价值呢 已经呢 不大了 反而被人家 一扳出来 不好办啊 你不能再退让了 再退让的话 你又把这个上面啊 这颗纸 给碰上了 这个这样给碰上了 这个白气呢 是不太行的 那么搬了以后一看呢 也只有去硬着头皮去断 啊 硬着头皮去断着 那么这个呢 反而 把自己这块气的气呢 给 走紧 啊 反而把自己的气走紧了 等于就黑气一打吃 变成了线索的 他这个 啊 注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 黑气斑白气是要脏的啊 因为这个脏是长气的关键 这就都有气了 你要是这个被一吃 这一脏啊 我们算算就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 如果被一吃就只有一二 等于就是 差了三气气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斑的时候白气是要脏的 而你有了这个以后呢 反而 让它这个变成叫吃了 这个你就没有机会呢 粘这个了 那么叫吃完以后 被黑的这一吃 这一下子少了三气的话 马上 就得收气吃 这个 这黑白气呢 这个失误就太大了 那么收气前 先便宜一下木树 那它这个压是先手 你冲 黑气就挡住 这个不能被打下去啊 长 那么黑气这一挡 好 这个全部收气呢 就变成了先手 白气啊 只能往回吃 等于这里吃了四颗 九颗 加上这两颗 十一颗子 而这十一颗子呢 全部得提起来 全部得提起来 说明这个木树实际上呢 是很少 那么这个黑气啊 通过这个 收气以后呢 获得了这个 都是先手啊 包括这个顶 这个都是先手 这个木树呢 便宜一点 白气都是硬 以后黑气呢 至少还有好几枚 这个大的劫材 等于这些啊 都是变成了这个先手 黑气外围呢 也非常的厚 白气呢 这个木树啊 说的呢 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黑气这些啊 先手有了以后 这个厚了以后呢 白气吃这个子 并没有所得啊 而没有在这里补齐 反而被黑气 非常凶狠的一点 由于这里厚了 一点呢 这个白气啊 实在是难以招架 难以招架 如果你挡 那么黑气就一尖回来 连这两个子都吃掉啊 吃掉了 这个你好不容易 围了这点木 那还不见得有黑的围的多啊 但是中间这个就是 收气就是白白的这个损失 那么实在呢 是跳着反击 不过跳着反击 被黑气一爬 底下呢 等于是什么木树啊 这个斑断呢 是什么木树呢 都没有得到 反而呢 造成了自己的这个收气 那么旗下的这个地步呢 可以说呢 已经是这个 黑气呢 大胜了啊 由于这个气井啊 还得顶一个 顶一个也没有用 吃不着这个子 这个是先手啊 是吧 那么 黑气当然 暂时不用去 先去收气 先保留 然后再一靠啊 这个搞到这颗子 还时时刻刻 要小心这个白气呢 黑气跑出来 白气还得补 那么黑气就搬 突然再一虎啊 这个黑气呢 可以说 把白气上面的空全破掉以后 就确立了这个顺势 确立了顺势 嗯 那么呢 后面虽然还有很多手进行 但是呢 跟胜负呢 没有关系了 最终呢 这个李哲 在这个三番棋的第一局中呢 直黑呢 战胜了这个鼓励 而这番棋呢 回想起来啊 李哲应该说是 赢得是 非常的这个 幸运啊 在鼓励的抢手之下啊 大龙被杀啊 那么大龙被杀 这个是 而且是被迫的 是杀掉了 只能是弃掉大龙 没想到啊 反而 这个 主动的一番 被动的一番 在被动的弃掉这个 子以后呢 嗯 竟然呢 意外的 获得了这个 这个 意外的获得了 优势 也就是说 鼓励 逼迫 这个 李哲啊 赢下了 这盘棋 实在是 有点这个 听起来似乎是 确实是 有点幽默啊 嗯 可以说呢 本局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局棋啊 但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能赢呢 总是这个好事 能够在逆境下呢 冷静的气质 也是呢 成功的关键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大家再见